关公大刀要打得好 除了要有臂力很大之外 最重要一点就是要有正义之气 有正义之气的人 才能把关公大刀表现到淋漓尽致 关公大刀又称春秋大刀 有百兵之帅的称号 武术家庄国志以关公大刀 获得2016年新唐人武术大赛男子气泻赢奖 2019年 庄国志又以太祖长拳中的太祖二路 拿下新唐人武术大赛男子拳术同奖 太祖长拳因为它属于北派 它里面包含了一些工坊的动作 而且是攻守同时还带有摔僵 而且非常实战 庄国志会接触武术 是受到联合大学苏世博老师启蒙 师承竹山世界名家王慧明 及台中纪三协老师 也到香港协武25年 曾获得2014年香港国际武术节四项冠军 全国大专杯甲祖棍树 全国中正杯北拳 推手以及第一届总统杯北拳 都拿下冠军奖座 今年是庄国志第三度报名 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 第三次参赛 我自己的想法是我想圆一个梦 就是说趁这个新唐人武术大赛的时候 我能够把这个传统武术发扬到全世界去 我自己也希望说因为透过这个比赛 全球直播 电视网络直播 我想带十把刀 环游世界到世界各地去教功夫 这是我一个梦想 庄国志也呼吁全球武林同好 一同报名参赛 把传统武术发扬到全世界 新唐人武术大赛 他办这个比赛是出钱又出力 非常非常的用心 强调的是练武的人一定要武德 我非常非常的认同 我很乐意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他们 把这个传统武术推广到全世界去 我呼吁所有武术热爱者 我们的师父教练老师及武术热爱者 一同参与 为了议员武术梦想 庄国志持续练武保持最佳状态 准备好迎接7月在台湾举行的亚太区出赛 新唐人亚太电视 肖正中林佩云 台湾南投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